娘娘 是求和自以为是犯下大错 前世不可追 日后却只有一事定要做到 陪着娘娘 伺候好娘娘 这是 圣旨 圣旨 今日官家照秋和过去 其实是为了娘娘 娘娘连日的劳心劳力 官家都看在眼里 官家照了奴过去 细问娘娘的病情可有好转 现在用着什么药 官家说 娘娘的脾气 得有一个细心的人常在身边 细心照顾 巧语开解 所以 就让奴调到昆宁殿去 从此 专心陪着娘娘 以私事的品鉴 专管娘娘装服饮食